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波里比亚在今天这个时代,历史可说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意大利和利比亚发生的一切与亚洲和希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所有各种事件,最终又归于一个结局,因此,要对历史的全貌有一个实际认识, 不能不说个别的历史已用处甚微,只有将各事件与总体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起揭示出来,指出其相似点和不同点,才有可能认识历史的全貌,才能在研究历史时不仅得到乐趣,且有所弊异,波里比亚当代世界的痛苦就如产妇分娩时的阵痛, 一个规模空前的人类社会正在如此巨大的痛苦中诞生,我们目击的一切重大事件的共同特点是全球性, 把我们目击的重大事件与过去的,有史以来的一切重大事件区别开来的,也正是全球性。 埃廷尼·吉尔森本书的第一篇论述,人类在文明之前的二百万年的历史,其余卷编论述,不足六零欧零年的人类文明史。 因此,本书显然是以最短的篇幅来论述人类进化过程中最漫长的时期。 笔者之所以偏重人类的文明史,是因为人类历史的发展速度一直在不断加快。 地质年代以数十亿年为计算单位,人类史前时代以数千年为计算单位。 而自从文明到来之后,纪年单位不断缩小,已是以数百年甚至数十年为计算单位。 时至今日,每天都有重大的事件无休无止地蜂拥而来,无情地包围着我们。 变化之速确实已经引起了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人类是否能迅速适应变化,以避免被淘汰,甚至被灭绝的命运呢? 由于诸重大事件发展的不平衡性,本书的研究也有所侧重。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因此而低估史前时代所发生的一切的意义。 在史前时代的千万年中,有两大发展为以后的全部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一是灵长类逐渐转变为人类,即人类的祖先转变为真正的人类。 其二是原始人从靠大自然恩施的食物采集者,转变为日益摆脱大自然束缚,掌握自己命运的食物生产者。 这两件划时代的大事,即人类的形成和农业的产生,就是第一边前二章要讨论的主题。 虽然早期的人类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为以后的发展提供了先决的条件,但这毕竟只是最初的步伐。 在转变为能够思维的动物的过程中,人类学会了使用语言、工具合伙。 在转变为食物生产者的过程中,人类学会了种植,学会了使用锄头和镰刀。 这些技术的获得,使人类从周围的动物中分离出来。 但是,与后来的技术相比,这些技术还是最原始的。 如果在现代的计算机或宇宙飞船的旁边放上一把石斧或石帘,就会显出两者间的骁嚷之别。 这种差别虽不言自明,然在这里强调一下还是必要的,因为它说明了人类活动范围的逐步扩展。 这种扩展在本书各边的引言中也都特别提到了。 技术愈原始,其使用范围也就愈有限。 反之,技术愈先进,其使用范围也就愈广阔。 史前时代,食物采集者的活动只能局限在进行狩猎活动的方圆数英里内,原始耕作者的活动只能局限在自己所在的村落及周围的田野和牧场上。 因此,史前时代人类各群体的活动范围可以说是地方性的。 本书后面各边和1500年以来的世界一书中所记述的人类后期的历史, 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人类的活动范围如何从当地扩展到地区,扩展到各地区之间, 进而扩展到全球,扩展到星际的历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